由於貓咪具有民族意識 技術、設施中其他貓的氣味和聲音 都可以給它們 Hey guys what's up 我是NVDL Candice 三位貓奴的我們要計劃出國玩 最擔心的就是我們家的貓主子了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貓奴們出國旅遊、出門旅行、外出過夜時 多不能照顧自己的貓奴貝 要注意的事項 非常非常的重要 貓奴爸媽們如果要出國 一定要看你的意見 貓咪是相當努力的 但長時間讀出 有可能、無可不 我們被關了三年 終於迎來了解封 出國旅遊、旅行 這裡有四點 關於如何在貓奴們不在世 讓貓咪保持安全 快樂、健康的注意事項 首先 貓咪可以讀出多久呢? 通常貓咪可以在工作時 待在家裡 因此要需要把牠們準備好食物和水 牠們也能夠自己去貓沙門大便、自己所 但如果是週末外出出門旅遊 可以讓朋友和親戚來清理貓沙門 平方法治食物還水 但如果你必須離開貓咪 長時間外出旅行時多慢 如果你出門超過24小時 甚至更久 你可以為你的貓貓 尋找一位寵物寵物貓貓 貓貓可以長時間的照顧貓咪 被依照你提供的照顧需求 照顧家庭的貓貓 以下三點讓你知道如何尋找一位 適合的寵物貓貓 第一,挑選合法的貓貓平台 網路詐騙執行 挑選合法設立的公式平台 選擇通貨品牌審核的寵物貓貓 讓市主安心的寵物貓貓 第二,加訪先認識寵物貓貓 服務前的寵物貓貓貓 先詳細介紹你平時照顧貓貓貓的習慣 以及食物平時的罐頭套上位置 如果你的貓咪需要吃藥等等的特殊照顧 接著留下詳細的用藥選擇 此外,還可以跟貓貓說 需要隨時收到處理的狀況 健康給貓 第三,有個應急方案 找到適合的貓貓來照顧 一個人重發起來之後 為了以法萬一 也可以挑選一到兩位內貓貓 如果臨時發生意外 或是未來非常熟悉的貓貓 那臨時無限處 第二,被愛,被愛情外出 第三,給貓咪一些東西來記住你 對於喜歡的內氣味的貓 你可以在房子周圍 放一些男友味道的衣服 這樣貓咪回到的時候也會加錢 第四,排除任何潛在的危險 例如,將危險物品綁在安全的地方 並且確保關閉窗戶 像手勢這類的物品領帶收起來 也應該拔下來的電線 導致貓咪可能不咬斷它 貓咪既然旅館旅館 雖然有些貓旅館 但還是盡可能將貓咪留在家中 因為家是貓咪最舒服的地方 這裡也有牠們熟悉的味道 和其他所有的東西 由於貓咪具有餘土衣食 技術、攝食中其他貓的氣味和聲音 會很厲害 那如果能找到適合的貓咪母 來照顧人家的貓咪母 台灣目前最大的衝鋒 貓咪小海上 每百元1700塊的專頁開口 希望你們能挑選 希望這支影片 對最近要出國的貓咪寶寶媽媽的幫助 喜歡今天的影片 可以按讚、留言、分享 下次再見 拜拜